王醫師 後來 太太又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她後來 後來就是 好了 裝好人工血管了之後 總要進食 因為飲流管都好好的 因為之前都不能吃東西 然後後來一吃東西 飲流管本來是輕輕的 就出現像白白的乳酪狀的東西 乳糜狀的東西 因為裡面可能還有血 所以要飲流 對 我們都會放 因為那個大手術 結果那個白白什麼玩意 那看到難道是發炎嗎 好 白白的乳糜狀的東西是什麼 後來就想說可能開始吃東西 那可能營養不配的東西裡面 有脂質 那我們通常吃的東西 營養的分兩個 你到腸子裡面去 就兩條路在吸收 一個是微血管 就吸收一般的養分葡萄糖那些 可是脂肪就走淋巴 可是淋巴拿掉很多 所以那淋巴就等於都是破洞 所以那些脂質 那些全部都流到肚子裡面去了 所以你飲流管就在白白 好了 那就不用吃了 就改成全靜脈營養 就不用從消化道給藥 讓它慢慢的可以 等那個淋巴的管 慢慢自己修復 然後後來就修復完之後 再等得修復的當下 差不多時間又到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打化療 第一次化療 因為它是第四期 打了化療之後 覺得還好 第一次化療真的沒太大的副作用 那打了沒 奇怪為什麼引流液開始變成粉紅色 流血 開始出血 然後覺得粉紅還好啦 再等等看 等各兩三天變紅 最後先紅 從一天兩百 五百 六百 完了 然後 裡面再流血 裡面再出血 那這 我們就 我們一開始只能先輸血 看到自己會不會凝固 會不會止住 可是沒有發生什麼事 然後後來實在沒辦法 因為你血紅素都輸了血 今天輸血八 明天一抽六 就這樣一直流掉 血紅素很低 對 就一直這樣上上下下跑 然後後來就沒辦法 他的第二次手術 又重複開進去 要找出血點 傷口一定又是大大的一條線 好不容易顧好的原來傷口 又一條線進去 後來開進去之後 其實翻來翻去就 很難找 但是看起來也還好 可是真的就是 後來找到真的有一個 在膀胱下面 那樣有一個 真的一個小動脈在出血 為什麼不知道 就是不是化療後打也不曉得 就把它縫起來 然後弄一弄就好 可是這進去 腸子又沾黏得很厲害 因為第一次開過 好了 那這一次關起來 沾黏的意思是 腸子都繳在一起 就黏成這樣麻糬 黏在一起 那就沒辦法做了 那後來傷口關好了之後 只要開過一次刀 化療一定要延後 那時候我就感覺 這個癌症 好像來者不散 當你想要去動它 它就會前面 丟一個問題來卡你一下 就是你要動我 我就跳一隻地鼠出來 你就要去處理它這個東西 而且都是很可怕 內出血你能不開刀嗎 它一定會 馬上就一直出血就完蛋了 是 那開了刀之後 你要再兩週 因為剛開完刀 不能立刻打化療 又要等兩個禮拜 那它又繼續長大 因為它內出血 我們就會電腦斷成掃描 一定會這樣掃 就看到原來開刀的地方 那個隱約好像又長起來了 這麼快啊 你說那個惡性腫瘤又長了 就那時候長起來影像會覺得說 這應該不像 應該是血塊 大家會覺得 剛開完刀怎麼可能 可是它後續的再照 因為那個影像就是都可以 都可以要一直比較 然後後來這一次 就想說應該是血塊 大家就這樣認為血塊 哪有那麼快 嚇死人了 不到一個月 然後後來就出血的問題解決了 然後後來就準備第二次 這樣慢慢的也穩定了 好 那就回家 開了兩次刀又回家 那他有沒有講他自己的心情 他只跟我講說 為什麼他這麼倒楣 我說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他覺得自己倒楣 早上就好 對 他就說 為什麼我會這樣 人家都 人家就算第四期的 開一次刀 後來自己知道第四期了 知道 因為診斷書要寫 診斷 因為有一些診斷 還是要告訴他事實 然後他就說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後來就第二次化療 打完之後他就吐 他是抱著馬桶睡覺 吐到然後腫瘤 你會發現不大對勁了 因為第一次開完刀 他的屁股不會痛 因為腫瘤拿掉了 又長起來 又壓到後面的神經 他整個腳都麻的 然後都叫我天天給他按摩 那給他按摩 你也知道沒用 那腫瘤不消 他就是壓在你的那個骨盆底 按摩就是按到換我腰也痠了 因為你就是 你就一定要這樣做 要不然他沒辦法睡覺 那這樣打了化療到 不到一個禮拜 有一天他早上起來 說他整個肚子劇烈疼痛 那我就起來看 我看他臉整個是慘白 我說不行 這有問題 趕快去急診 我又把他拖到急診去 然後拖到急診之後 一到急診 然後血他只剩好像六十 六十五十 心跳一百四 敗血症 然後掉斷層再少下去 看到肚子裡面好多水 已經有附水了 當時以為是附水 結果那個影像科就說 趕快把它引流 可是他們覺得 應該是敗血症 但是不知道哪裡感染了 因為可能免疫下降了 結果那個針從這樣刺進去之後 流出來的東西是綠色的 液體是綠色的 後來就一看腸子 這一定是腸子破掉 那然後綠色的那下一 然後你再照那個影像學 你就看到 你覺得當初以為是 血塊那個東西 更大 又長回原來的樣子 甚至更大 這樣距離把它拿掉 才多一點 一個月 然後那個又轉回氣功會那麼大 這時候你就不會覺得 它是血塊了 怎麼可能血塊 那時候看到就完了 這是什麼完業 它營養哪裡來 不曉得 那個細胞超級可怕 有血就可以攻癌症 好可怕 然後後來就叫他開刀 然後大家說你這不開刀 下一個就敗血症 凝血功能異常 就再見了 他說你再不開 等到你凝血功能 已經沒辦法凝血 想開也開不了了 他說我不要開了 我受不了了 對 後來是 抵抗沒有抵抗意識 不是他 太降已經兩次了 折騰 對 然後後來他就 他的朋友就跟他講說 你要對抗癌症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沒柴燒 你都沒了 你要怎麼玩 好不容易勉強 他同意了 就進入第三次手術 進去 開進去 肚子又打開了 這次腸子黏得更厲害了 而且是急性發炎 腸子都這樣碎碎的 我們把它洗乾淨 找不到哪裡破掉 因為黏住了 也不知道哪裡破掉 那我們就只好放引流管 讓他希望他自己慢慢的癒合 那就放了三根引流管 那每天 一開始是 所以那影像的那個八公分 那個在腸子的下面 你根本看不到了 它已經被沉在海底了 就是上面鋪了一大團 腸子的東西 但是下面那一團 你根本看不到 它都整個都抱在一起 那只能隱隱一些 那後來感染 真的就慢慢控制好了 然後後來就是 那天我還記得印象很深 可是他們就說 那我們準備再 可能化療不行 我們要不要考慮免疫療法 因為免疫療法比較貴 那我就只能這樣試 那不然怎麼辦 免疫療法一次要多少錢 一針十四萬 那多久要打一針 三個禮拜打一針 大概要打到三劑以上 才可能看出效果 那以後就四十幾萬 對啊 不打不行 因為前面兩個都沒效 那邊越打越大顆 這很奇怪 然後他準備要打 他就在猶豫 他說你會不會這個免疫療法 打進去又有什麼副作用 怎樣 他已經 對我們的醫療沒信心了 怕免疫風暴什麼的 對 他就怕這種東西又來了 然後後來就是 當他 我還記得那天 是禮拜四的夜診 然後夜診的時候 我看完整我還去看他 我在看他之後 我就問他說 你還好嗎 他可以講話都OK 我回去了 加護病房就打電話給我 你老婆突然抽筋了 而且是兩次大發作 我們要趕快去掃那個 腦部的電腦斷層 就一掃一看 爐內出血 蜘蛛網膜下出血 連腦部都出血 對 然後 老公還沒有做對不對 對 還沒 就是你準備要攻擊他了 他會先攻擊你 就是你會感覺 那個隱約那個力量 是這樣來的 我想說這發生什麼事 每個 各科學 怎麼可能啊 怎麼會變這裡啊 因為影像看電腦 當然一看就有那個點 然後後來又做什麼 血管攝影 甚至坐進去看 他們說 也不像動脈流破 是沒有看到明顯出血 但是就為了這個 神經外科說 你放個引流感比較好了 又進手術師了 因為跟 戳進去 放個引流感 監測腦壓 監測腦室引流液 後來觀察了 一個禮拜都沒事 可是這禮拜 大家不敢動 腦袋出問題 誰敢打化療 民意也沒有人敢打 就先又觀察一個禮拜 那觀察一個禮拜 這時候 他的整個體力就大幅下降 然後等你講說 隔一個禮拜可以 他們觀察沒事 我們就可以準備要做了 好了 換腎功能不好 尿尿出不來了 我的天啊 那到底是要整成怎樣 然後尿尿一直不好 那後來就說 難道要洗腎嗎 對啊 那後來就是 可能他那時候第一次開刀 我們會放兩條 輸尿管的那個雙椎導管 再把它換新的 換新的尿又出來了 那還好這個安全 換新的就出來了 意思是什麼 就是可能腫瘤壓到 所以我們又換一支 比較粗的管子 讓水管比較 不要被壓扁 所以就又進去手術室 第五次 因為那個雖然不是很大 可是那個還好 他只是下去這樣 把它換置換 可是畢竟就是全馬 超級折磨 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